大家好,我是南华琪,我的助理 讲了两期印度,我们这次也是继续讲印度 主要是讲印度人口,为什么中国要重视印度?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 人口是一个国家追来经济潜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一个小国,你不管经济怎么发展,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只要大国,大国就是大人口的国大国 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旦它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 它对全球经济影响就非常巨大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就看到印度和中国的经济里面的一个人口因素 正在发生一些改变 据联合国统计,明年就是2023年,印度的总人口将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 而且一旦超越中国以后 这次以后,中国就再也不可能赶上印度 所以说印度的这个总人口 它在未来一定会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而无法动人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近出生命已经接近零了 而印度还保持在一个百分之一的一个近人口增长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中英人口之间的一个总量的变化 总量变化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关键的一点的话,中英之间还有个人口红利的一个变化 中国在2011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去上升 这个人口红利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年轻的劳动力,我们是指劳动力人口是15岁到64岁的人口 占整个人口比例 那么在2011年以前的话,我们占比是不断上升 那么我们就成为我们有人口红利 这些劳动力就给我们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这个劳动力的攻击 但是呢,这几年我们明显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在衰退 但反过来,印度它这个15岁到64岁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目前呢,中国的绝对量还比印度还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可以想象,未来几年以后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交叉就会发生 还有关键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远远大于印度 中国的65岁的人口以上已经超过12% 而印度呢,还不到7% 印度的目前的人口的中位数大概是30岁左右 就是一半人口在30岁以下,一半人口在30岁以上 而中国的人口的中位数大概在38岁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38岁是中位数 38岁以上的人占一半,38岁以下占一半 从这两个数据上下到8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所以说从人口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来看的话 印度的确比中国更有所谓的人口红利的优势 这也是很多一些学者看好印度的一个逻辑 但是是不是这个就一定能把它印度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也不一定,印度有一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看到印度的人口比例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劳动参与率 印度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到49% 而中国的人劳动参与率接近56% 啥意思呢?就是说相对于 劳动力里面参与劳动力里面中国的一半以上 而印度的一半都不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这个主要是印度它有一个性别不平等 在印度我们知道女性的比较低 同样女性参与劳动力的人口比例也比较低 你看我把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比例拉出来看 印度的男性的劳动参与非常高 70%以上 而印度的女性的劳动参与不到20% 也就是说大量的女性 她留在家里不参与整个社会的一个劳动工期 而男性的大部分是参与 这一点是中国的相对一点是男女平等 假如说印度的人口总量不能转化成为劳动力 也就意味着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不能充分的转化为生产力的优势的话 那么印度的人口也不会给印度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了 这一个现象是不是会改变? 我们不知道 假如说印度的性别开始区域有平等 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上涨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就会发挥的比较增长 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还能相对以言 跟印度竞争我们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的地方 但是从大的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的话 印度的优势的确不这么强 只是印度的人口优势还没有被充分的挖离起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印度经济的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印度人口的事 好 今天我们对印度人口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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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